中国从1980年代进行经济改革开放 与时俱进的产物就包括了狂飙的艾滋病例 直到申办金奥 中国大幅开放了国际媒体 艾滋病问题成为报道焦点 终于让中国政府投入艾滋防治工作 企图亡羊补牢 生命如此美好 请保护好自己 从花钱请影视巨星宣传防治艾滋 中国总理温家宝等政府高层 近来也投入释访艾滋村庄的卫生机构 但是有没有成效 还得看中南海的决心 是不是和经济成长目标一样重视了 所以王丹我们之前也谈过所谓的 拥抱资本主义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当然我们之前谈的就是贫富差距的这些问题 还有所谓的民主的这些问题 可是我们看到是衍生出其他的问题 可是我要强调说 这不是只有中国有这个问题 台湾 欧美国家 其实大概问题也不会比他轻到哪里去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 除了性交易还有书写 我想问的是说 中国政权现在在思考 所谓的发展经济的这个代价 目前要怎么样去控制 到底老公现在在想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艾滋病问题在中国 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它那个严重程度 其实超过现在我们目前的认知 那因为我们现在来说的 好像艾滋病感染的管道 包括卖血 吸毒等等 但是我相信其实在性行为方面 也是很重要的渠道 但是这里中国有个很特殊的情况 就是刚才秘书长有提到 就是观念的问题 那么一方面我觉得 大部分老百姓的观念 没有做社会观念 没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刚才你有看到那里 而且以我个人了解一些情况 我也认识过那些 做艾滋病运动人士 确实这种在带套这个方面 那个观念还是相当落后的 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很多人其实不带 所以通过性行为传染这一部分 其实我是觉得隐瞒了很大的实际数字 如果把这个概算进去 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那当然性行为的泛滥 这些是跟经济发展 是有一定关系的 那么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是不是在社会观念上 需要做更多的宣传 我觉得这是政府必须考虑的事情 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就是尤其越是偏远的农村 越容易出现这样 因为观念导致了艾滋病 这里地方政府要负很大的责任 但是我觉得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员 本身也有观念问题 其实他们很多人觉得艾滋病问题 他或者出于就是传统中国文化的 那种保守观念 或者出于就是不要影响 他自己政绩种种的原因 我觉得瞒报的程度非常高 而且重视的程度非常低 这个会变成很大一个社会问题 就是你地方政府 如果你不去很好好注视这个问题的话 我相信其实中央政府是愿意做努力的 而且确实 其实我蛮肯定 北京中央政府的政策的 问题是如果地方政府 这些不能把中央的政策落实的话 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那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台湾之前 也经历过同样的两难的情形 就是说当然经济要成长 它一定会有很多地下经济的出现 色情 黑道 毒品 如果说你采取非常严厉的手段 你势必会影响到经济 我们看到在中国 不管是在珠海 不管是在海南岛 那都是所谓的经济特区 同时也是色情专区 究竟中国政府在思考经济发展 跟所谓的社会问题 社会代价 他会用哪一个做取舍 有没有可能两者坚固 我提一个观念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长期 在台湾从事人权运动 我也是少数对中国人权 比较长期在研究的 我觉得一个东西要去注意就是说 两边都是经济发展 然后就牺牲一些东西 但是台湾有个制度很不错 台湾有很强的国民社会 台湾的医院会赔偿的 今天中国大陆碰到爱之边 他不赔偿 那台湾如果说碰到这个问题 觉得政府有问题 我们告国家赔偿是成立的 中国不可能有国家赔偿 他们社会群的保障 不可能有国家赔偿 比如说我们知道 像一些辐射污染的案件 像我自己也处理了 我们政府要赔偿 可是在广东 在福建 也很多所谓辐射污染的问题 政府不赔 不赔啊 否刑不处理啊 为什么 因为他说因为这些 这些辐射污染 或是化学污染的工厂 他所缴的这些税 我们这个县的百分之七十五 我们靠他吃饭 我们怎么去取缔 所以这个观念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台湾 我常常碰到一些国外的朋友 我们一天到晚都在骂台湾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总统不好 怎么去到阿北 又来个马英九都不好 可是其实台湾有些东西在进步 我们台湾的司法制度 真的有在进步 虽然还是不满意 台湾的民众 台湾的舆论是强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去想一想 台湾有艾滋病 如果政府处理不好 是国家赔偿的 医院要赔偿的 我们的辐射污染的话 这种是要赔偿的 中国大湾那边是通通不赔偿的 去诉讼通通都没有用的 那杨姐我请教你 刚刚我们也聊到说 现在似乎地方法院 也就不再受理这种 因为所谓的血传播而感染艾滋的 这样子一个案例 万一如果说我们台湾人到中国大陆 到地方的小医院不幸感染 因为输血而感染上艾滋 没有人要陪我们 不会不会 他在讲的那个说 赔偿问题是在 他在发生在几年以前的 他有一个实现的 但是后来现在的有新的话 会保护的 什么法 怎么保护 就是一样 就是如果你是输血感染 那个医院要赔偿 就是在这个几年以后的这个案例 但是我想在这一两年开始 有这样子 但是这个案例是很少的 我想他们在中国 在这好像在05年 第一次在联合国提出 社会权责报告 包括一些劳工污染 什么那些 他没有数据 他不敢正式提出数据 说我的权力受到 受到侵犯的时候 我去法院 人民去法院诉讼的案例多少 比例多少 是 肥状有多少 他完全没有数据 台湾是有数据的 是 是 是 我刚刚还是问您那个问题 当然台湾同样也面临所谓的 经济跟社会代价的这个选择 可是也许就像魏律师所说的 台湾有所谓的强大的公民社群 或者是媒体舆论压力 在中国的部分 大概都是中央政府说了算 刚刚大家也都能够同意吗 中央政府想干嘛 就可以干嘛 换句话说 中央政府到底想干嘛 是所谓的一面倒的 维护经济发展 还是两边有可能所谓的坚固 我们现在都在讲北京共识 讲这个词啊 北京共识的基本核心理念 就是为了经济发展 不顾其他一切 甚至他就愿意牺牲掉其他部分 包括环境啊 社会政策等等 只要是要力保经济成长 如果经济成长跟这个没有冲突 没关系 它是可以推进 只要有冲突就会让 这种理念其实吓到地方政府上去 所以地方政府 当然就会把经济数字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说各级官员升迁 它不是根据你所管制地区的 全面社会进步 它就是看你GDP啊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思路 这个指导思路贯穿到地方政府 才导致这么多社会问题出现 所以我觉得 你通盘的一个治国方略 不去改变的话 那这些社会问题 其实是很难解决的 那你认为会付出什么代价在未来 那你以后 比如说我们就是环境 其实未来会带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各种天灾 就会越来越多 艾滋病也是一个严重问题啊 我不相信 真的只是想 大家说什么85万人了 我比较倾向于 其实瞒报的数字 远远超过大家想的 以我对中国社会了解 那到时候那么多人 爱自己你要怎么进去 这以后都会 直接冲击到经济政策 谢谢您收看 明天请继续做办 NGO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